一个小小的肚脐竟然被中医视为养生药学 它集合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呼吸到齐受于天齐 呼吸到腰百病全消 如何温养肚脐才可以起到养生的功效 每日揉齐一百次 真的能帮助消化防治肠胃炎吗 更多精彩 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 向肚脐要健康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鲁南智药 企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企达力精防颗粒 我是主持人易南 那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我们人体比较重要的部位了 那就是肚脐 那古人有脐为五脏六腑之本 元气归藏之根的说法 那历来就是中医的养生药学 据说呀 这温养好肚脐呢 不仅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 还能延延一寿 而且呢这个肚脐不同的相貌呢 它也能透露出来我们个人的一些健康密码 您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 就为您找来了五十个肚脐的图片 说实话啊 原来我一直觉得呀 可能每个人的肚脐呢 长得都差不太多 还没想到仔细一看呀 这个差别呢还真的是挺大的 那这不同类型的肚脐的话 它能够透露出我们哪些疾病信息呢 好 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主讲医生 来 掌声欢迎 爱与虎医生 你好 你好 依南老师 欢迎你 吴慧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针九科 主人医师 国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推拿理疗科 主任医师 首先欢迎两位医生 做客我们的演博士 说实话 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 原来肚脐还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呢 是啊 是啊 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这个肚脐 在身上好像没有任何功能 就是一个斑痕一样留在身体里面 但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因为这个肚脐在胎儿的时候 它是运送营养的一个纽带 那么等到出生之后呢 那么这个位置 从中医来讲 它刚好是归属于脾的 那么脾我们叫后天之本 你的这个气血生化之源 人体维持你的生命活动 你是要有能量的 这个能量就是从脾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后天之本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位置 它集合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功效 但实际上对人的这个生殖 健康长寿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另外从我们的经络来讲 肚脐呢正好在我们正中线 我们在我们的人脉上 它的后边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都脉 人脉和都脉是什么 又是我们阴脉阳脉之海 所以说肚脐这个位置 又和我们全身的这种经络 密不可分 所以说自顾就有这种肚脐 神血血是我们的养生药血 这种说法 确实原来没怎么太关注它 看来以后要多关注它一下了 我看您还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要说明什么 这个肚脐呢就是 当然您也说它的形态 它形状它都是有不一样的 但是肚脐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从解剖上来讲 这相当于我们腹腔的一个横前面 对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看凹陷的这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肚脐 对 起眼的地方 那么它的下面呢 最底下 就是这种颜色 就是我们的腹腔 那么其实在腹腔和腹壁 也就是我们这肚脾中间 它有肌肉啊 有脂肪啊 对吧 还有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韧带 反正肚脐的那个位置 感觉好像这个无论是脂肪还是肌肉 都比较薄那个位置 对对对 非常非常薄 那么这样薄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渗透性会比较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去经过一些治疗 它可以把我们一些外在的影响 比较好的就传递到腹腔的深处 明白了 就是因为肚脐的这个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构造 对 这么薄的构造 它也给了我们 很好的温养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没错 当然有好就有坏的地方 对吧 反过来说 因为它很薄 所以呢 它很容易着凉啊 感受风寒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肚脐 它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帮助 也有可能给我们招来一些病患的发生 那说起来的话呢 那温养肚脐的话 它到底能预防哪些疾病呢 首先就是我们说局部的一些区域 你看肚脐和我们的腹腔 是能够直接相通的 那么在这个区域的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这个胃肠的功能紊乱啊 这个腹泻啊 便秘啊 什么这些 那都可能是通过肚脐 可以去进行干预的一个疾病 那么除了这个最直接的 这个局部的疾病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神智的疾病 神智的 对 失眠啦 焦虑啊 抑郁啊 还有现在比较多的小孩子的 这个自闭啊 多动啊 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 神智的疾病 这个真的没想到 想不到 想不到 对 那么第三类的疾病呢 泌尿生殖系统的疾病 包括前列腺增生啊 尿湿劲啊 不孕 还有痛经啊 就这几类 是吧 还有一类 可能更你想不到 就是 还有一类是跟代谢相关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啊 血脂的异常啊 超重 肥胖 高尿酸 血症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通过肚脐 也可以去给它进行干预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不同类型的肚脐呢 它能够透露出一些疾病的信息 可能大家这会儿也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这个是不是健康的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也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小伙伴 那这几个小伙伴 每个人呢 它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肚脐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来 现在呢 我们想请现场的各位嘉宾猜一下 你觉得哪个肚脐最完美 或者说是你觉得哪个板子 后面的小人更健康 来 唐先生 我觉得从右边说第三个 这位看着比较健康 对 为什么 就是又圆又深又大嘛 肚脐浅装瓦片 肚脐身装金银 我跟唐老二一个意见 我觉得呢 这个身藏不漏 它多安全呢 刚才主任们说 它关系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它深埋在里头 它安全 不容易得病 而且呢 有点什么风吹扫动 影响不了它 来 还谁要说 小松 我觉得可能第三 这面数第三个会好的 这面第三个 对 这个树着的 因为它是很浅 然后很好看 树显瘦什么 树的都显瘦 好吧 好吧 好 康大姐 来 我觉得吧 应该是左边第一个 比较周正那个圆 而且呢 比较平滑 好 知道了 还有谁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个左边 左边过去第三个 我120多斤的时候 是那样子的 但是我现在 170多斤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大家各有各的说法 听着也都有道理 那么到底哪个肚脐 肚脐是最健康的呢 接下来请专家来揭晓 我来把健康的肚脐 拿出来 第一个 是康大姐说的这个 来 二位给说一下 为什么 这个肚脐最健康 那我们说来去看一个 这个肚脐 它是不是标准 是不是健康 它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看看它 是不是比较圆 而且比较周正的 这种形态 至少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身体 脂肪 肌肉的这个分布 是比较对称的 内脏的脏器的这个位置 可能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它能够维持 一个比较周正的 这样的一个圆的形态 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圆的 那还有什么特点呢 竟然是动 是会动吗 对 这个动指的是什么 肚脐可以随着我们 这种呼吸上下起伏的运动 我觉得呼吸的时候 只要你看肚子一动 肚脐自然动了呀 在我们连续床中发现 其实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 他的肚脐是不会动的 在呼吸的时候 很多人到哪儿呢 可能直到了胸口 就做不了腐式呼吸 要不要站起来试一下自己 能不能 胖姐 您那我看就是 胸阔起伏的更多 您的肚脐动了没有 试一下 动了没有 要是有意识的 就是用腐式呼吸还可以 如果要是平常的 就是自种呼吸 真的就是像国医生说的 我可能用胸强的地方很多 我们小时候 所有的呼吸都是这种腐式呼吸 到了年龄大以后呢 尤其是女性 它变成了胸式呼吸为主 男性呢可能是一半的胸式呼吸 一半的腐式呼吸 但是呢 我们应该尽量地做 有意识地做腐式呼吸 把我们的呼吸引下去 让它伸 细 匀 长 这样可以带动腐腔里面的这些脏器 它实际上也是在动 它是一种自我按摩 提供了我们的胃肠动力 甚至呢 有可能还有心肺动力 都会有提供 胖姐没想到是吧 真没想到 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中 像我是看颈尖腰腿痛为主的 像一些久治不遇的这种颈椎病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让它去训练呼吸些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不训练的话 它是抬肩时呼吸 抬肩膀的时候 我们的上肢的 这种肩部的肌肉 是不是收缩了 是紧张的 是紧张的 每天我们呼吸很多次 就每一次我们都用这个肌肉去 就增加了它的老损 所以说久治不遇的这种颈椎病 通常情况下 和我们的肚脐会不会动有关系 相当于就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呼吸 给人家肩膀累坏了 累得够呛 没错 您说的特别形象 还有一种久治不遇的腰疼 在临床中发现跟它也有关系 真没想到呼吸这么重要 对 因为平常咱们最常的就是呼吸 而我们居然 我都说五十岁了 这喘气都没喘对 这还给自己带来好多隐患 没错 胖姐 有句话咱们您不是肯定听过 呼吸到齐 寿雨添齐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呼吸到腰 百病全消 对 终于知道呼吸的重要性了 对 今天来着了 好 刚才说了 好的肚脐一个是圆 一个是会动 还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要有一定的深度 深度 这个刚才我们唐先生和胖姐 都说对了 但是不能过深 为什么呢 像他们刚才说的深一点 它那个隐藏得好 它那个不容易接触外面的寒气 什么的 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还深了还不太好 太深了 就像形成一个风道一样的 把寒气给兜进来了 所以我们说它就是适度就好 对一个标准体型的人来说 它的这个深度呢 我们觉得像一个这种花生米 对 塞进来 这个深度就比较合适 那咱们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嘉宾 也都把自己的肚脐拍成了图片了 让医生看看 有没有比较完美的肚脐呢 其实要是比起来的话 这个五位可能都不够非常的标准 唐先生这个还算好吧 我觉得 是吧 您可能是站着拍的 对 所以你看站着拍 就比较深 它就塌下来 对 有可能躺着会远一点 对对 回家再看看 估计躺着会远一点 那刚才那个胡医生也说了 说大家的这个肚脐 都没有那么的完美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会有一些什么小的隐患呢 我们再对照后面那几个小人 看看自己能不能对上号 给自己也提个醒 来看一下下一位 我们看到这位肚脐突出 是胖的关系吧 应该胖人肚脐都会比较突出吧 不是不是 不是吗 对 咱们绝大多数的人 他的肚脐都是往下凹陷的 那肚脐突出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新生儿 刚出生的小婴儿 肚脐刚减掉 你看他的肚脐都是 带着这个切口是朝上的 对吧 咱们还得护理它 那个时候他一定是突出的 如果是说到了成人 肚脐在突出的话 那么大多数的时候 他提示的是一些疾病 比如说肝孕化浮水了 肚脐是往外突出的 好像孕妇也会突出 但是那个是正常的 对吧 对 它是因为认知人 以后引起的抚压钢 所以就说作为成年人 如果无缘无故的 你又不是怀孕 又不是什么的 然后你肚脐就突出了 就稍微要引起一下重视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 下一位的肚脐长什么样 直接给我们上两位了 这两位好像肚脐的形状 刚好相反 一个是竖着的一字形 一个是横着的一字形 这两种类型的肚脐 它会有什么健康隐患吗 一字形的 很像我们苏老师 一直追求的这种旗形 但是如果说是过度的狭窄 变成了一个一字缝 这种情况 其实就提示我们消化系统 可能会出了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我们苏老师 可能是不是穿陋极装 可能冻得它太厉害了 损伤了我们的元气 这个时候元气一损伤以后 有可能会 我们下边是什么 是小肠 它会影响我们小肠的 分清密拙的功能 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腹泻 小苏你会有习惯性的腹泻 或者是经常会有 这种拉肚子的情况吗 只要我穿陋气装 我就会拉肚子 但是也穿是吧 也穿 这小姑娘趁着年轻 美丽动人 对 实际上确实不太好这样 那如果有这个形状肚脐的朋友 就要格外小心了 注意保暖了 对 另外一个模型 是一个横移型 在我们神血血两边 是什么天书血 天书血它其实是 我们整个全身的这种气机 上下通畅的这么一个血 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说它出现了 天书血出现了一个 不足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 气机已经不畅了 就会出现比如说便秘的情况 我看那个我们胖姐这个 好像就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您平时的这个大便怎么样 是的 还真是这样 我以为我是脾气不好 灶才这水分流失的多 才造成大便干燥 但是挺痛苦的 没关系 一会儿那个稍后的节目 会教大家一个办法 能缓解这种症状的 是的 是的 好 来我们再看看 其他类型的肚脐有什么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两位 刚好也是一个 非常相反的这个类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它要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适度就好 是吧 像这一个就是 气孔过深了 过深了会怎样 它就是一个 肥胖的一个表现 那可能这个人 他会出现 我们刚才说的 和代谢相关的 有一些疾病 是不是超重啊 腐形肥胖啊 还有像糖尿病啊 这样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气孔呢 又比较浅 比较小 可能像我们刚才的花生 就塞不进去了 你这一看呢 就连起底都能看得到 那么这样的情况 一般来说 它提示你 还是这个气血的不足 然后这样的人呢 往往是一些 比较虚弱的人 因为我们说皮主肌肉 这个脾气不足的话 它这个腹部的 这种肌肉啊 脂肪啊 也都会变得很无力 对 我们现场这五位 倒是都没有太弱的 也没有气孔太深的 对吧 其实这个还是偏深一点 康大姐这个 我确实是有这个代谢问题 我那个患糖尿病 差不多有将近20年了 而且在控制血糖 这个道路上呢 我还出过一个大问题 就是有一次就出现了 同症酸中毒 中毒昏迷 但是呢 我因为我是自己在家 家里人发现我的时候 就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当时就很凶险 送到医院的时候吧 医院都不接收了 后来就是特别艰难地 抢救过来 当时的症状是心衰 肾衰 肺部感染和急性一线炎 太可怕了 对 这可得注意了以后 好 那我们了解了 这两种肚脐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种肚脐类型 是一位老奶奶 这个肚脐的特点是 奇孔闭合 是吧 这眼都闭上了 就是老年人就容易 是这样的肚脐形态吗 老年人呢 他气血不足的时候呢 就特别容易出现那种 这种肚脐的闭合 同时呢 也伴随着一些 比如说胃下垂啊 包括那种子宫脱垂啊 张力性的那种漏尿 也就是咳嗽的时候 有很多老年女性啊 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那一般年轻人 不太会出现这种 闭合的肚脐是吗 对 一般是老年性的 肌肉力量较弱的 这种的 气血不足的 这种肚脐 一定是形体比较偏瘦的 胖的老年人 可能还不太会这样 是吧 好的 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 很多有关肚脐的知识了 那么到底如何 温养肚脐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 更健康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网络上还是有 很多的传言的 有的对 有的错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 我们的传言变变变环节 每日揉齐一百次 助消化防止胃肠炎嘛 睡前花椒桂圆 敷肚脐脐 前列腺增生连夜跑 千万别错过嘛 雀啄九肚脐 通气血 调五脏 生元气嘛 这些传言是真是假 不要走开 传言变变变 马上为您揭晓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验 各位好 我是陆伦一 第一条传言 跟我们很多人每天都会做的一个动作相关是什么呢 来看看 你是吃快肚子了吧 不是 我这不慢性胃肠炎嘛 还总是便秘 我教你一招啊 你揉肚脐 你顺势针揉一百下 你试试 就这么揉 这样能管用吗 我姐教我的 她以前啊 贵总疼 她还便秘 也不知道谁告诉她的 说揉肚脐可以助消化 然后她就开始揉了 现在你说她这个便秘治好了 就连失眠都治好了 哎呀你也别说 这肚子呀 热乎乎的 肠子还呼噜噜的 是吧 你就听我的 每天揉一百下 这肚脐周围呀 有好多的经络 你经常揉啊 它可以助消化 还能预防肠胃炎 哎哟 好处可多了 真的 每天揉肚脐一百次 助消化防治肠胃炎 还有这样的功效吗 听听大家怎么看 胖姐 我觉得这个传言 好像有点夸大了 因为刚才两位主人说 我们的肚脐是连着五脏六腑 可以乳养可以治病 但是这揉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过去我小的时候都说 呀妈妈吃多了 妈妈说给你揉揉肚子 往下压压 对吧 就是说说 呀妈我这肚子胀 妈说给你揉揉肚子 就是一个揉 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我觉得不可能 玩微生 要不要喷它一下 喷 喷 喷 所以揉肚脐还真是有那么多功效 是吗 对呀 揉肚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也是算奇疗的一种 这是我们的肚脐 整个在这个腹部 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经脉的分布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正宗的 大家都知道是韧脉 这个韧脉呢 红领的我们的阴经 它也叫阴脉之海 它是和我们的生殖发育是有关系的 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两条 这是肾经 那再往外走一点点 是胃经 再往外走呢 这个就是脾经 那其实除了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两条经脉 它没有画出来 一条呢是冲脉 这个冲脉呢 其实它也是跟韧脉 都是起于这个会阴的地方 然后像在 但是为什么没有画出来 它其实是在内 沿着这个肾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在这儿 但是它的走形呢 是向上 向内 就是有点斜的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叫冲啊 你往前往上 这叫冲 然后它一直会走到什么 走到咽喉部 它也是跟我们的生殖 密切相关的 另外跟我们的气肌的运行 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还有一条经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带脉 带脉 对 然后这样下来 对 像一个带子一样 这样 然后绕到后面 我们说的 绕一圈 对 绕整个绕一圈 就像我们的皮带一样 好了吗 我们所有的经脉 都是纵型的 对吧 但是你要有一个带脉 能给它竖起来 就跟咱们那个 那个泡的那个浴桶一样 浴桶一个板 一个板 一个板 你必须要有一个枯 把它枯住 对 围住 如果没有了 散了 这个桶就废了 对吧 所以用带脉 把我们的所有的经脉 都给它约竖起来 你不要乱跑 这个功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腹部的时候 你看它是非常密集的 一个经络的网状的一个分布 这个肚脐 有点像这个交通枢纽 对吧 很重要的一些经络 都交汇于此 对 另外还有五脏 都是跟它有交集 对 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部位 那么这个就是意味着 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刺激 你揉也好 暗也好 或者包括我们的真刺也好 那它其实都可以刺激到这个经络 所以万病回春就说了 这通过肚脐 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起到了一个摆脉 合唱 然后这个毛鞘 通唱 然后上达泥丸 下达泳泉 哦 是吗 哇 你看这么好的地方 就在我身上 这么近 唾手可得 我也有 对 是吧 跟我们都演 很简单 一下感觉自己好幸福 那像传言里说了 每天是要揉一百次吗 这个揉不一定就是一百次 我觉得这个是根据人的一些这个习惯 你要揉一百次挺费力气的 你要是没有这个力量 年纪大一点 咱们不必强求 关于顺时针和逆时针揉的这种习惯 和方式 简单的来说 其实顺时针跟逆时针都可以用 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保健 为了这个调理肠胃 这种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已经是便秘的 比较严重了 这两天都没有去过厕所了 那这时候你可能 你就要按照长的蠕动的这个方向 那是顺还是逆呢 就从左 这样 对 这样来揉 促进一下它的 给它点力量推动推动 逆的话呢就 对 不利于它的运行 对 运畅 所以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如果便秘的朋友就一定要顺时针 就别反着揉了 对 让它顺畅 您就记住这个 顺柔 顺畅 顺畅 对 那其实除了中医揉肚子 我们节目开始就给您埋下伏笔了 说今天会有医生给我们带来 非常神奇的一个手法 不但能够调血糖 还能够治便秘 还有失眠 这个手法很重要了 咱们赶快跟着一块学学 来 有请刘医生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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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神奇的手法它叫什么 是 我们等了很久了 对 我们把这个疗法呢叫振腹疗法 怎么个振动 对 怎么振动 是用手腕的这种振动 在肚子上这样去操作 那产生的这个振动呢 对我们腹部 包括对我们全身 它都能够起到一个放松 然后推动气血运行的这么一个功效 在腹部振动就能有这功效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可以 您看我们把这个如果放在我们 好像人的肚皮一样的时候 我都把手放在这个肚皮上 我的手呢通过前臂的发力 手腕是放松的 这样像一个灰鞭子一样 这样振动起来 我们能看到这个干冰散发出来的气呢 比刚才它自己散发的要强很多 对 是的 对 而且很匀速 而且很快 小龙 你试试 你这能达到多少 可能因为这个面比较硬 我们大概能大概现在有300次左右 但是在人体身上 我们标准的话 应该是要求达到400到600次 这比这还快 对 400到600 什么概念 如果600的话 每秒钟你试十次 对 就是治不同的病 它会那个震的这个次数不一样吗 对 比如我们便秘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稍快的频率 快到多少 最快 快到我们可能 我最大能达到可能450次左右 咱们试试 我刚刚试了不行 我这跟半身不随似的 没办法用这个小臂来 是吧 控制我的手 是吗 怎么回事 那咱俩不一样 那你可以吗 你来 我从小看武侠片的时候 我总觉得自己是深藏不露的那一种 来 承让了 来 可以 可以 这正常人都可以好吗 这有多少 你还要熬这个速度 这我不正常吗 这个频率我觉得可能有200到300 我也 我也 又是胳膊 我要再快可能就得给我通电了 我给你讲 小路 人家那个是振腹 你这个是痉挛 对 我觉得你都快抽了 所以我就在想这么费劲 而且你们医生也很累啊这样 对吧 这个其实操作大概20分钟左右 会很累吧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因为它我们叫它 叫松震法 其实我们身体是放松的 只是有钱币这样去立的传导 那我们用的劲儿不对 它是放松的 对 咱不会使那劲儿 对 我们觉得好累啊 所以你看这是功夫 对啊 好厉害啊 所以你看掌声送给刘雨昕 真的是 对 很辛苦 很辛苦 很厉害 这都是台下十年功夫 你一定要勤加练习 对对对对 但是据说这种手法啊 对这个治疗糖尿病 还有失眠啊什么便秘都很有效 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我们对于一些这个 我们说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就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说不可逆的状态 它血糖降低的病不是很快 那对于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控制不佳的这种状态 我们配合着一些药物 去用我们的手法 按照疗程去做的话 这个血糖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那这样我们 对我们今天现场 对我们有 有患者 康大姐你是一型还是二型的糖尿病 我是一型 一型糖尿病 那可能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 像你说 我们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 那这样一会儿呢 先给我们康大姐测一个血糖现场 然后我们再振负多久 一般治疗一次 我们大概可以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好 我们现场呢就辛苦刘医生 给我们康大姐 振负15到20分钟 之后我们再给她测一次血糖 好 看看有没有变化 好 我们拭目以待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康大姐 来 有请康大姐 现在正在给康大姐测血糖 现在的血糖是6.2 那好 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镇腐疗法 您躺在这里 好吧 大家可以看那个刘洋医生 这个震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用的是劳工血 最准的是神鹊血 刚才我们也认识到 神鹊血的重要性了 那么掌根这块 差不多就是我们的 就是患者的官员血这块 而我们的这个五指呢 是对应的是五条经脉 刚才我们胡医生也说了 中间是人脉 然后两侧的肾经 然后再对着的哪呢 对着胃经 有可能像我们刘洋医生的 手掌比较大 有可能涵盖的区域更大了 可能效果会更好 对 所以说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手放到腹部上 实际上它手掌也好 手指也好 它其实对应了很多的 血位和经络的 对 没错 这个很厉害 五指五经 所以你看这么长时间 刘洋医生的手 还在保持这样一个 对 频率 而且面带微笑 他没有感觉到要抽筋 要我们都早受不了 你早已经抽过去 对 已经第二轮了 已经别人帮我按摩了 所以要达到刘洋医生 这样的一个叫职业状态 要练多久 对啊 这个可能就是因而异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的手法呢 一个实习医生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就一般手法 像您说的推案呀这种的 像这种证法 可能还真的需要练七年 国医生 您这一般一分钟 能证多少次 我也好奇 对 你也好奇啊 我不说我了 我说我师爷吧 我们曾经用一个手法测定 一给他测过 80岁左右的时候测的 他到了567次 哇 所以家里你像我们这种练不到 说400到600次频率 就是很慢的这种 有用吗 有效吗 其实呢 肯定是有效的 我觉得就像盘手串一样 只要您不管您什么手法盘 盘完了以后效果都 终有一日 对 就哪怕是你震的 没有那么的专业 震一下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好 看一下 时间到 看一下治疗后 血糖有没有什么改变 现在是我们震动了 大概15到20分钟之后 然后他的血糖是5.4毫毛每升 真像 真像 康大姐 刚才过程中您觉得怎么样 刚开始吧 我就是做的大概有三四分钟 我自己感觉 我就觉得他这个手揉的这个地方 就开始就特别热 发热 然后这个热吧 就开始在我这肚子周围就开始旋转 我觉得整个肚子就都热了 后来 然后这个热呢 就有点往下走 就是两个腿和脚 我觉得最后都有点热了 这血糖这个我也没想到 会降得这么明显 刚才是六点几 没想到经过这个柔腑 这中间又降了一个多单位 应该说是我们 其实呢 是协助他 让他产生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 所以说一定是一个持续的一种调整 再配合他的一个药物 我们属于辅助降糖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还光来振负了 对 光振负了 不去药物干预了 我们要正常地干预 在这个前提下呢 我们再进行一些有益的调整 自我调整 可能会对大家的健康呢 更有帮助一些 而且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疗程 不是说做一次就不做了 对 我们要持之以恒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健康观察 颜康大姐 谢谢 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刘医生 辛苦了 谢谢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老李 老郑 你这一早起 你跑了好几趟了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老去厕所 现在弄弄我 连水都不敢喝 到了咱们这四十都有这毛病 咱们前来一线 增生尿贫尿不进 还中起夜 是 我最近老起夜 之前啊 一觉睡得大天亮 现在可好 这一宿起了三四次 你呀 回家用几只花椒粒 一个干桂盐肉 把盒去了 你在上药店没点容 把它放在一块 捣碎了 揉成团 然后呢 再买一个肚皮贴 睡觉之前呢 贴在肚皮上 第二天早起 你再接了 这个方法管用吗 这是老方子了 我前天的增生 就是这么治好的 不过你呀 得坚持敷一段时间 行 我知道了 回头啊 让我媳妇也弄点 享受啊 好了 回家 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啊 睡前花椒桂园 孵肚旗 前列腺增生连夜跑 千万别错过 哇 还有这样的神奇功效 请听大家怎么看 唐老师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吧 花椒 桂园 你说那个 我们说厨房呢 有这些东西 我们吃了 我们的残虫是吧 就是提前跑是有可能的 但那个前列腺增生 它是没法跑的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那么在验证这条传言之前呢 我们再请上一位刘迪医生 与我们一起来戳破打 好 来 有请刘迪医生 好 有请刘迪医生 欢迎您 来 这边 好 唐老师刚才说的您听见了 他认为这个事呢 无稽之谈 怎么可能呢 据刘迪医生 咱们一起要不要喷它一下 喷 喷吧 喷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从病去看 因为每一个病 都有很多种原因导致的 那么这一个小方子 它可能针对了 其中某一种类型 那对于这些患者 它可能就会很适合 而且甚至有可能说 效果会非常地明显 那对哪种原因 造成的前列腺增生有效呢 咱们这个方子里边 主要是去寒湿 然后温通阳气为主 然后很多像刚才说 企业这种晚上老上厕所 好多都是阳气不够 然后寒湿太重了 那么就针对这种患者 这个小方子 可能效果就会很明确 其实这三味药 就是桂圆肉 花椒 还有艾叶 它是来源于南淮景先生的 一个小的一个小贴方 它可以治疗 像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 也可以治疗很多其他的病 比如说痛经 那实际上我们还在临床 可以治疗一些什么 失眠的病人 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 挺神奇的 这个肚脐贴个东西 就能治失眠 因为我们用这个药去贴齐 去进行治疗的时候 是希望用 借助神雀这个奇妙的地方 能够把药性发散出去 大家想一想龙眼肉 它是一个归精归入心脾的药 所以它可以调补心脾 那么花椒呢 是它有一个方向走窜的这个作用 那一定是要有一些心散的这种药物 我们说心散它能够走窜 可以到处走 如果都是很粘质 你只用龙眼肉 可能它就粘质的性质比较强 它就没有走的作用 爱荣呢 它是一个这种大温大热的这个药物 我们经常是用它做来一些 温阳 通落 散寒的这种作用 所以这样三个东西混在一起之后 它可以通阳气 调脾胃 然后可以通调五脏 所以老百姓也把它叫做万病方 就是说可以治疗好多病 这个真没想到 这确实可行 这真没想到 但是一个是要持续以恒 一次两次肯定不行 前列线肯定跑不了 增生肯定跑不了 怎么够肤法呢 对啊 这个咱们可以展示一下 桂圆也有 花椒也有 这怎么操作呢 首先因为成分很简单 就是这三种材料 首先第一个是花椒 咱们取大概六七粒花椒 六七粒就可以了 对 因为咱们是配一个龙眼肉 所以花椒不需要特别多 因为花椒它外边的表皮比较硬 前期咱们是需要把它给 彻底地研磨碎 然后成粉末 这样防止在皮肤 因为咱们贴进去之后 稍过叶的 然后这样万一翻身什么的 如果这个药 对 滑到皮肤 到时候会有损伤 还是细一点 研磨的 这就可以了 对 好 然后咱们选一个桂圆肉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把它掰开一点 好 这种干桂圆都是在那个药店 都有卖的 卖中央 其实从中医讲药食同源 因为都是桂圆 它也没有一个特殊的炮制 咱们平常家里能有就有就行 只要能买到干桂圆肉就可以了 就放一片 放一个桂圆肉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按比例的 咱们一般因为这种都属于鲜食 如果做多了的 一个是容易干 再一个就是万一保存不好 然后就坏了 现做现用 是吧 对 而且因为这个在家自己做嘛 所以肯定就随手几分钟就出来了 那刚才提到的还有中间这个 对 这就是艾绒 加了它 它可以把这些寒湿引过去 加一点点艾绒 对 只要能够让它们混合成一个小泥丸 就可以了 小泥丸 也不加水 不需要加水 因为首先咱们桂圆肉里面是有一定水分的 把它有一个就够了 对 它有一个粘合性 它可以把这些粉状和绒状的混合在一起就够了 这也挺神奇 然后咱们现在戴手套 把里面这个药泥把它拿出来 因为咱们只用了一个桂圆肉 所以它量还相对小一些 就是一次的量 对 一次或者说分成两次都可以 因为咱们每个人刚才也是看到肚馅的大小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掏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潮湿 有粘合性的一个状态 平时如果存放的话 咱们可以用保鲜膜把它缠上 然后拧上 对 这样它可以保鲜放在冰箱里 能放了多长时间备用呢 其实因为这一玩 可能也就用一两天 两三天 上时间太长了 因为桂圆嘛 到时候挥发了 腰性也不好 所以尽量还是一次做一个 对 做当天的 好 那通常一贴要贴多久呢 咱们这个一般是晚上贴 就像咱们洗完澡之后 然后这个肚脐擦干了 就是不用水分在里面 然后盖上之后过夜 然后澡上之后咱们就接掉 而且这个药丸贴完之后 它的形态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药气会透过神缺血 然后吸收到体内 那具体这个药丸已经做好了 怎么用 怎么贴 我们请唐老师配合我们的医生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也看一看 学一学 好吗 好好好 来 又请唐老师 那么首先咱们贴之前 先把奇孔 还有奇孔周围的皮肤 用酒精棉签消毒 然后咱们根据这个患者 它的奇孔大小 咱可以看它相对是大一些 然后位置相对深一些 所以咱们这一个 就可以放在里面 不用把它分成几份了 放进之后 咱们找一个穴位贴 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药丸 在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 从里边露出来 好 贴好了 谢谢二位 那今天一会儿回去 唐先生就感受一下 贴一晚上 明天早上感受一下 什么变化没有 我明天跟拉木族汇报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刘医生 谢谢杨老师 来 刘医生 我们这个传言说的是 花椒桂圆腹肚脐期 前列腺增生连夜跑 这个传言不完全正确 人的体质 每个人的情况 病情不一样 我们还是要遵医嘱 来进行适当的调理 来 我们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老伴 这还得熏多长时间 在熏会儿你认真点 这都纠偏了 你得对准肚脐 肚脐才是神缺穴 只有对准了穴位 才能达到功效 是这样吗 太远了 给我吧 这太远了 功效就弱了 太近又怕伤到皮肤 你得像小鸟灼石一样 爱调 慢慢贴近皮肤 有点烫了 再提起来 就这样揪 来 人家说了 这纠肚脐功效可多了 可以通气血 调五脏 生源气 这肚脐周围都是经络和脏气 你多纠着肚脐 这全身的经络都通了 血流就运转起来了 所以你坚持救 这条传言说的是确拙九肚脐 通气血 调五脏 生源气 这个说法对吗 看看大家怎么说 领圈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是爱旧本来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滋养 或者是养疗的一种方式 是一种好的东西 如果在肚脐 它本来就是根本的地方 然后再做这个爱旧的话 肯定会滋养到股脏 事半功倍是吧 对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呢 还是怎么样 我们先说一下 要不要喷它一下 杰肥医生 不能喷 有日风听见 这个我们一直在说 其实这个祈灸 祈疗 这是咱们一个非常古老的方法 在很早的时候 这个殷商周的时候 用这个熏祈 或者蒸祈的方法 来延年益寿 那么这个祈灸的这个方法 主要就是用我们的一些药物 把它去进行一下加工 之后给它填在这个肚脐里面 再用这个面团做一个圈 面团 对 把它放在这 把它圈起来 为什么 对 面团在这里面 它可以取到一个聚拢的作用 然后在上面 把我们刚才的那种爱融 做成爱塔 爱柱 放在上面 去进行揪 可以通过爱融的热度 把这个药粉的力量 能够扩散过去 而且又为什么放在神雀呢 就是它很薄嘛 它的吸收会比较好 对 是不是您这个需要用到的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机会难得 对吧 我们现场哪位 胖姐取手了 好 有请胖姐 那就刘医生 您帮我们演示操作一下 那您在那边稍微等一下 咱们在这边准备一下 行 那我问一下 我失眠很严重 您这个能治失眠吗 可以啊 咱们今天可以针对您这个失眠症状 然后选择一些针对性的药粉 我太期待了 因为刚才政府能让糖尿病 一型的糖尿病人 血糖酱这么多 我想一会儿我睡着了 大家可以叫我啊 瞬间睡着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呢 首先因为刚才说的 咱们这个奇灸需要一个 面团 面团 咱们也把面团准备一下 对 这个跟在家那个包饺子 或者是蒸馒头那个和面方法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咱们只要弄出一个合适的软硬度 让它形态能固定住 不会说因为一加热就塌了 那样就行了 咱们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自来水 然后正常的家用面粉 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这爱酒鲜活面 头一次见咱们看看 把它混匀 待会儿咱们再素一下行 这个就是小麦粉是吧 对 就普通面粉 对 其实什么面粉都行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聚拢那个 热气 热气 那要这么说 橡皮泥行不行 咱们用面粉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成分 它是小麦 就从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讲 小麦它属于粮食 它能补心气 它可以温养脾胃 对 然后咱们塑形 把它就揉成一个正常的面团 就行了 然后这样咱们一个基础的面团 就成型了 然后咱们就把它变成一个 可以在肚脐上 然后去做爱酒的一个造型 像小碗一样 对 基本上一个面碗 就是个窝窝头 就跟厨房面食一样 你看做成一个小的器皿 中间是那个透的 对 它中间是有一个洞 抠出来 对 这样的话 咱们就把药粉放在里面 起到一个聚热传导 明白了 行 咱们可以准备了 胖姐已经迫不及待了 胖姐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把面碗放在它肚脐上 好 您这样先别动 然后因为胖姐呢 刚才说它失眠的症状比较严重 所以咱们针对于它这个失眠 咱们选用一个 有针对作用的药粉 填在面碗中间的这个洞里 咱们这个药粉 只需要把中间填平就行 上面的空间用来戴尔方艾塔 好 咱们点着之后 就等着艾塔 它慢慢燃烧到底部 等到燃烧到下面 基本上成灰的时候 咱们就再去下一步的艾塔 然后您就在这躺一会儿 看看待会儿感觉怎么样 好 想问一下二位 这个如果在家做这个起酒的话 也是像咱们刘医生这样来做吗 这个方法是挺好的 但是在家的操作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 是吧 你还要配药粉呢 还要做这个面团啊 主要是这个面团 那一般的在家的做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病人用这个艾条揪就可以了 这个相对呢 它比较简单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传言里面说的雀灼灼 雀灼灼灼灼灼就是像这个麻雀吃东西一样的 这叫雀灼灼 对对对 比如说这是肚脐 你在家就可以这样灼一灼 这个冷热自知嘛 太烫了 往上提一点 不够热度了 再下来一点 是吧 这个呢 当然它没有药的这个作用 那就是爱草 对 就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爱调的 这个温热的作用 那它其实对有一些 比如说保健 或者说比较轻的 这种小的问题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处理 不用再跑医院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好像我听说 在爱酒的时候 有的时候加点盐 或者是加点姜什么的 更有效 是不是这样 用盐是取它什么作用呢 盐是偏咸的 咸是偏慎的 所以它有一个收色的作用 那就像那种腹泻 比如说急性胃肠盐 到那个拉肚子拉的一塌糊涂 肚子疼得不得了的时候 就用这个 它就效果就很好 怎么配合它呢 就跟我们甜药粉一样 把这个盐 撒到我们的这个肚脐里头 对 然后这样 你就再去来去揪它 那久多久呢 这样 如果是 比如说腹泻的比较厉害的 那可能时间就要长一点 20分钟都可以 对 那如果是姜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把姜 切成这样的厚片 然后一定要是在这个姜上 去扎几个洞 让这个热 热它能够散透 对 把它放在这个肚脐的上面 对 因为姜的这个性质 它就是偏热 心散 它也是治疗一些寒症 比如说痛经了 一些这种寒性的腐痛 这些都可以 那也包括有一些 这个尿失禁的呀 甚至前列腺增生的 它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 因为寒凝嘛 它这个增生 有可能是阳气不足了 寒湿凝聚了 那这个就可以 那有没有不适合的人 确实是有一些人 是不适合做揪的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有热症的人 就是食热症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上火了 大便也干了 嗓子也疼了 这个口也干 小便也黄 那么这是说明什么 体内有一种食热 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去揪的 明白了 好 大家切记 胖姐那儿也久了 有十几分钟了 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刘医生 对 因为咱们今天 主要是体验一个感觉 所以咱们可以先起来 来 胖姐 怎么样 快给大家说说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是这样的 刚点燃一两分钟的时候 我的肚脐就开始冒凉气 我还说这不是酒吗 那么紧跟着 就有一股很有力气的那种温暖 就往里钻 你感觉到 就是凉和热在对抗的那种 随着时间它慢慢地 你就感觉到 你这两个腰开始有温度了 那往后面就是说 你的腿和脚都有温度了 那最舒服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放松 失眠的人看似就是每天晚上 是躺在床上的 其实不是的 他们是悬在床上的 就整个人都是紧绷的 很紧张 所以我就感觉要累得要命 但是你酒玩这个 好放松 好舒服 谢谢刘一生 谢谢 好 谢谢胖姐参与 谢谢 谢谢刘一生 我们这条传言说的是 确拙九肚脐 通气血 调五脏 生元气 这个说法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呢 我们继续来给您解剖 解析一下 关于我们肚脐的一些传说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经常听老人说呀 这个肚脐眼不能随便抠 抠了呢 是容易拉肚子的 另外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肚脐得盖上 要不然容易肚子疼 是 小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手往肚脐脸抠 就会打扫 是 不让 因为我是个乖孩子 小说话 那个老人说不让抠 咱就不抠 那抠了以后 真的会肚子疼吗 我们的健康观察团 有没有对自己下狠手抠的 有没有这样经历的 小的时候 用我们那话说 就没包手袋 手比较切儿的 那就是一抠 抠完之后就开始肿 你肿过 你肿过 是吧 对 然后后来抹了点 那个以前用的那个是药膏 那个抹了点药膏 过两天自己好了 然后再也不敢抠 但是这个经历 还是记忆犹新的是吧 对 你看 别瞎抠 胖姐 其实有的时候吧 它就是咸的 有的时候也是干净 老觉得就是说 我又胖 它又深 所以我就觉得 它肯定会有东西在里头 我就是时不长的 就会抠一下擦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 它就流能搭水了 到那以后就是周围肚脐 全都是红肿的 完了呢 流的那水也都很有味 抹了两天紫药水 不管用 最终还是上医院看好了 抠食一食爽 对吧 发炎两行类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吧 对对对 我们今天起底一下 应该说肚脐里的泥 要适时地去清洁台 那泥是什么呢 是灰尘吗 那个泥呢 对 有部分灰尘 还有什么呢 还有咱们的这种汗 混合到一起了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内衣的那种纤维 然后混到一起 变成了类似于 我们刚才用的那些 要玩的那样的泥 明白了 但是这里边呢 还有一些细菌 有些人专门做过研究 发现这里边细菌 还真不是少数 所以说呢 一旦说我们这个肚脐 有异味啊 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是要及时地 把它清理了 清理的时候 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个棉花棒 不要用直接去抠 因为肚脐这块的皮肤 特别地嫩 我们用什么棉花棒 沾点温水 把它浸软了 如果硬的泥 给它浸软了 给它轻轻擦拭 即可 尤其是有的人洗澡的时候 顺便把肚脐也洗一洗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不是很合适 不合适 因为在有水的时候 你稍微这个皮肤错一点 它就会容易引起一些 这种感染 破坏流水 所以这个洗澡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弄 都擦干了 之后 对 然后拿棉签沾一点温水 把它稍微擦一擦就行了 适度清洁 尤其像刚才我们郭医生说的 如果已经发现 目测就已经挺脏的了 而且还有些异味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棉签 在干爽的情况下 适度的清洁下 今天真的是 这个小肚脐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话题 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用小肚脐养出大健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两位专家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 朋友们再见 下周见